那赶紧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2014马年乐坛的大趋势是怎么样的 看入马年乐坛生气勃勃 不少歌手都期待马年在乐坛人气飙升 专辑大卖 又或是感情得以开花结果 我们今年特别找来新作专家 爱菲尔老师为乐坛进行大预测 看看一众歌手在马年的运气 蛇年乐坛日本和韩国歌手当道 月迷追捧日韩风格的歌曲 华语乐坛明显受到威胁 来到马年歌手们自然期待 重振华语乐坛的气势 至于新作专家则看好属蛇的歌手 在马年将会人气大旺 那在男明星里面新生代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黑马的姿态 其实已经很红了 但是我觉得他在2014年会更上一层龙 就是肖静腾 肖静腾有羽神的称号 他是属蛇的 因为属蛇的朋友在马年 运势一飞冲天 再加上肖静腾是属白羊座 所以我觉得在2014年 大家可以期待他的新的曲风来问世 每年乐坛都有不少歌手 突然人气飙升 去年年底香港歌手邓紫棋 因为参加内地一个歌唱比赛 人气爆红 来到马年 他的人气能否继续呢 那邓紫棋为什么在2014年能够爆红 最主要就是他的这个旗字 旗呢 它是一个木制旁的旗 因为我之前说了 甲午年呢 它是甲属木 五属火 所以名字里面有木 有火的歌手 或者是这个电影明星 在2014年会受到年运的影响 都会非常的旺盛 那再来就是邓紫棋 他是1991年出生的 1991年是属羊 属羊的朋友在马年 也有天玺新的拱罩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邓紫棋 不管在歌艺上面或爱情上面 基本上2014年对他来讲 就是名利双收 而且呢 爱情也能够带望他的这个事业 每年乐坛都有不少是非留言 新作专家预测 在马年名字里有水字旁的歌手 要特别注意 感情更有可能起变化 如果说名字里面有水的不守的话 在2014年就会被水火相克 那刚好汪峰的汪呢 他是三点水 所以我觉得汪峰在2014年 歌坛上的作品 虽然会持续的一个更新 但是有关于他的一些恋爱的绯闻 以及他跟张子怡的八卦 以及他又做了哪些想要上头条的事 持续的会被网友 变成茶余饭后的一些笑料 所以呢我就特别提醒汪峰 在2014年要小心留言的绯闻 那特别是汪峰在五月份 八月份以及九月份 恋情告急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爱情纠纷 要特别提醒 看来汪峰能否上头条 马年继续会成为乐迷的焦点 至于巨蟹座的歌手 马年也要小心身体 张学友呢是巨蟹座 他比较要注意的是健康问题 因为巨蟹座在2014年呢 是受到一个年运的影响 本身会健康会变得比较疲惫 所以呢我们就要祝福张学友 能够保持好他的上志 持续有新的作品能够问世 神尼乐坛讨花处处 来到马年巨星们的恋情 继续备受关注 他们有可能修成正果步入礼堂 我这边可以大胆地预言 在2014年呢 演艺圈如果有一个巨星结婚的话 我觉得周杰伦绝对是名列前茅 最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周杰伦的结 他是有木有火 那我之前说了甲午年呢 他就叫做木火之年 所以呢 再加上这个周杰伦 他是这个摩羯座 摩羯座在2014年 刚好又是婚姻星 到在他的夫妻宫的位置 所以呢周杰伦在2014年 如果没有结婚 真的非常可惜 张慧妹他是狮子座 再来就是张慧妹的那个妹字 他是一个女在一个胃 那我们之前说了 这个甲午年啊 那个对于属羊的朋友来讲 会有喜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妹 他是一个女在一个胃 那这个胃呢 刚好就是羊的一个 这个五行代表 所以呢张慧妹受到这个名字的影响 2014年有天喜新的加持 所以呢有可能会修成正果 恋情能够开花结果 当然值得月迷开心 新作专家也预期 马年月谈有不少恋情 虽然未到谈婚论嫁 不过也持续稳步发展 那蔡依林过去的说了 她不结婚 那2014年呢 景荣又要到内地去拍戏 所以看起来婚期 两个人都还没有这个 这个八字一撇 那不过呢 我觉得蔡依林跟这个景荣的感情 在2014年会持续稳定 还有一个呢 也是非常祝福的 也是一个这个姐弟恋的 是一个 萧亚轩 还有就是柯震东 感情 我觉得在2014年 可能会持续的稳定